国庆乡公所申请政府安心上工计划 今日在公所会议室也举行面试的工作 公所表示国庆乡许多家庭都是农务工或是客房服务人员 但因为防疫进入第三期之后 暂时歇业或是放五薪假 也大大影响他们的收入 因此今年公所也积极办理安心上工计划的申请 希望帮助乡亲度过这次疫情的影响 我们今天是我们第20批次的安心上工的面试 这次来报名的有19个人来面试 年龄上都有 像大学打工的也有 然后中高年纪的也有 可见就是说目前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需要这样子的一份工作 本所也是释放出很多的机会 希望他们都能够有一份安定的收入 疫情的关系尤其是餐饮业都是外带式的 那很多的餐盒子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工作着重在清洁队的资源回收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为了让民众度过疫情的影响 政府开办安心上工计划 国庆相公所为了帮助乡亲 也非常积极在办理申请 也呼吁乡亲若是有需求 也可以到公所询问 让疫情期间也能够有一份收入补贴佳计 政府为了体恤我们在疫情当中 因为受疫情影响而没有办法有工作的人 所以特别有安心上工这样的一个计划 这几天国庆相公所针对安心上工 通知很多人来应征 今天也应征到了20位的工作人员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大部分是帮助我们的清洁队 来做一些垃圾的分类跟回收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国庆相民 如果你还有一些工作的需求 那么请你赶快到我们的国庆相公所来登记 这些费用呢 对我们的家计来讲也是不无小不 副议长潘一全表示 安心上工计划可以帮助民众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因此也呼吁有需求的民众 也能够到13厢正式公所来洽询 记者陈伟一 国姓香采访报道